这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政治事件 赵匡印再次上演高超演技 仅一顿酒席便解决了日夜故技的兵权问题 但是杯酒是兵权是否真向人们相传的那样简单 喝顿小酒就能解决掉一个历史难题 赵匡印又在背后做出了哪些努力 公元960年大年初一 赵匡印发动了堪比电影情节的陈巧兵点 仅用四天时间便取代了厚州的皇帝之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上期视频 在历朝历代 定国号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赵匡印的纪委诏书说得非常清楚 汉唐开机因始风而建国 意思就是封地在哪里 国号就以当地的名字命名 而赵匡印的封地在河南宋州 所以就以大宋作为国号 然而赵匡印尚未不久 他便通过酒宴威逼利诱高级军官交出兵权 这便是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政治事件